母亲送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这才是女人 这才是母亲 卢政委 您这话说得对呀 这可是立场问题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地方和地方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分析解决问题 应该因地制宜 因人制宜才行 老白 这件事情 咱们必须认真对待 严肃处理 各人论统这儿 你说 不管 应该怎么处理 我是葛大妮儿的哥哥 我回避 不过我表个态 不管这件事 组织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接受 我这个妹妹 这次一定要让她吃点苦头 不然的话 那天她把天 给咱们扯下来一块 那也说不定 九云 到 把高县长和御团长请过来 是 对了 就请高县长就成 余团长也得回避 是 爹 你怎么才来的 我听说 余鼎帮跑了是怎么回事啊 回头再说吧 爹 首长们都得走到你挡备的 走 来 慢点啊 好 好 好 来 走 来 走 余大长 对不起 您不能进去 我 余氏宗祠 我不能进去 为什么 为了避险 避哪门子险啊 首长 高老 您请吧 好 咱俩一样 都得在外边待着 好 我 都得在外边 好 你 我 不得在外边 不得在外边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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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我还有工作 什么工作呀 就你这个样子 好人也得让你治出病来 坐下吧 我跟你们队长说了 给你请了半天假 你凭什么替我请假呀 来 坐 舅舅知道你心里有火啊 我也给我自己请了半天假 你有什么委屈 就跟舅舅说 有什么火跟舅舅发 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不要站好 你拥有福 我都想要一些 你跟你说 Are you 我哪有什么灵散 知道你 他们在买 我哪有什么灵散 你如果你不回忆 你什么事 它不是 我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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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秋奶奶 秋奶奶 你们商量过了 打算怎么处置他 他们不让我参与 说得避嫌 八路军也知道 你和他的关系 他哥不是八路军的司令吗 当年就是他把我跟葛大妮 给拆散的 这世界呀 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不该凑到一块的 该凑到一块的 都凑到一块喽 我听说他把石彩凤 接回寨子了 我听说他把石彩凤 接回寨子了 那我听说他把石彩凤 我听说他把石彩凤 绑前看 他把石彩凤 拦着 我听说他把石彩凤 都会发生了 他把石彩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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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自信 你自信 进来 鲁政委派我来了解一些情况 您先出去吧 是 葛大尼放到了余定邦 这件事的性质呢 是严重的 弄不好会被枪毙 啥 枪毙 不是啊 是我让他那么做的 是我逼他那么做的 采风 这话可不能乱说 到现在 没人说你和这件事有关 你就不要下掺和了 上官开机 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 舅舅葛大尼 我 我帮忙 你不帮谁帮啊 你不是长官吗 你一定有办法 这 这忙我帮不了人 上官开机 你要是不帮我的话 我就把萨拉尼写的事情 都给扔扔出去 看你还有什么脸去当帮路 不是 不是 我没脸你就有脸了 我啥都不剩下了 只有这些这条不明 我怕啥 那你让我怎么帮啊 你就说 你就说都是我干的 跟葛大尼没关系 不是 这 这 这 那么多双眼睛 都看到是葛大尼做的 我这么说谁信哪 采放 我劝你真的 别往里边瞎掺和 你想啊 葛大尼的哥哥 是纵队司令员 他的女儿 是八路军的卫生员 白正伟在他家养过伤 关系都不错 即便定了葛大尼有罪 也不会枪毙的 俗话说得好 不看僧面看佛面 对不对 那你就不同了 你是余定帮的亲娘 说白了 那么你就是汉奸的亲娘 真要把这罪过 揽在你身上 那就没有从宽的理由了 我不管 反正你得帮我这个忙 我不能再害他了 帮不了 神官开机 神官开机 明天就要召开公寺大会了 可是却让犯人跑了 明天的大会 是不是暂时取消啊 取消 就这么简单地取消了事 我们总不能把葛大尼人 想对待余定帮一样处决了吧 我说两句可以吗 姐姐 要说葛大尼这是汉奸行为 或者说他就是汉奸 高谋还真是不敢沟通啊 葛大尼为共产党 为八路军 为抗日做的那些事 也是有目空睹啊 这功是功 过是过 不能毁灭一态 我不是在这儿为他辩护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处理要谨慎 咱们不能因为树上有一个虫子 就把整棵树连根拔掉啊 高先生 您那意思是 手下留情 刀下留人 对 我同意高县长的意见 我说处决葛大尼也是气话 当然不能把他 跟余定帮一样来对待 但是他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的确让人难以容忍 这件事情啊 绝不能这么简单地 就画一个句号 要画的话 也要画一个惊叹号 不是 怎么的 我听说要批斗 没错 不但要召开民众大会 进行批斗 将来还要对他进行管制 不是 太过分了吧 那谁都知道余家的女人 你说话能不能别老余家余家的 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干部 不是余家的组长了 我反对 这是抗日政府的决定 你个人的意见可以保留 但必须坚决服从 余家大哥 司令员 行 司令员 咱能不能换个别的法子 那余下那女人 你可丢命的不能丢脸哪 你什么意思啊 把她处决了 你就满意了是吗 不是 你要这么聊的话 行啊 你这个当鸽子舍了就行 你什么态度 老三 我告诉你 除了这件事 我比你难受多了 大妞是我妹妹 这些年吃得苦受得罪 我心里全都清楚 可咱不能因为这些 因为个人的感情 个人的关系 就把抗日政府的决定 当成儿戏 明白吗 我明白 她一个娘们加加她 明白吗 这事已经定了 你服从也得服从 不服从也得服从 把门关上 舅舅 你带我来这儿干啥呀 小声点 你饿了 饿什么饿 现在就是对着一桌子酒席 我都吃不下 那你 司令员 有什么指示 没事 我随便看看 你歇着去吧 那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做饭 干吗呢 司令员是不是饿了 带着云霞姑娘在里面做饭呢 是吗 是啊 这事你就不要管了 回去歇着吧 这不合适吧 做饭是我们的工作 哪能让司令员在 让你们歇着就歇着呗 对了 大家说 谁都不准到火房来 是 做饭 做饭你应该找 崔石原师父啊 崔石原师父 咋能知道你要爱吃啥 你要给葛大妮做饭 葛大妮也是你叫的 葛大妮是你什么人 是 你给我娘做饭 这不违反纪律 当疙瘩 给妹妹做饭 当闺女的给娘做饭 你说违反啥纪律 我啊 我可不会做饭 我就算是会做 我也不给她做 你不给她做饭 你不是跟舅舅说你想见你娘吗 舅舅做 做完了 你给你娘送过去 你不就见到她了吗 明白了吗 不明白 你娘 你看你老那么匠 你说你也不想了 你遇这事啊 多动动脑子 多想想 老是一根筋 你娘 你娘啊 做了天大的蠢事 咱们呢 绝不可能给她脱罪 但是咱们可以给她 做一顿好吃的 给她送过去 这是咱们家里人的一份心 这个行 给她献爱心 就是刚才都跟你白说了 是不是 她爱是啥 来 把水滴给我 你娘最爱吃她 你记住了 以后你给你娘做 你娘最爱吃贴饼的胡辣汤 我们小时候啊 家里过年才吃得上这个 别看她是个丫头骗子 吃得比我和你二舅 加起来还多 舅舅 你真不恨她 不恨 我现在恨不得 把她当贴饼子吃了 你信不信 笑什么 拿着 帮忙 亲不亲一家人 共产党也不能脱俗 走啊 快点 来 云霞 记住了吗 见到你娘以后啊 老老实实的别乱说别乱动 听见没有 舅舅 我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我又不是汉奸 她才是 我知道 只许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 去吧 她才是 听话啊 真好吃 谁做的 我 你糊弄谁呢 你昨天在延安长大的 你还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是我舅舅做的 我就说嘛 就是我们老葛家的味道 别人做不出来 你知道吗 我小的时候 我就喜欢过年 这一过年啊 你姥姥就给我们做胡辣汤贴饼子 这 你大舅二舅都抢不够我 我再来一口 我怎么觉得你真是没心没肺啊 我咋就没心没肺啊 你用了那么狠的办法 放走了汉奸余定邦 你都已经被抓起来了 你居然还能吃得下去 还能笑得出来 真以为你自己是英雄啊 你老爷以前就老说我 没心没肺的 我倒想问问你 这么狠心残忍的办法 你是咋想出来的呀 我这不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吗 这碗你不喝了我自个儿喝 你知道吗 我们卫生队的同志们 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一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你 你居然能做得出来 余定邦是啥人你不清楚啊 他不是没有伤害早生吗 他要是狗急跳墙伤害了呢 他敢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 他 丁邦跟我说了 他以后再也不当罕奸了 他喜仙革面 重新做人 他的话你也敢信 我信 他想去 语言 可是他不信 我还会他 语言 又睿智又狠又韬略的人 帕鲁军的土窑洞蟻 是关不住你的 此番逃生与韬略无关 全凭家母竭力相助 家母 石夫人 不是 是我的养母 葛大妮 葛大妮 葛正伦的妹妹 不管她是谁的妹妹 非亲才是亲 以后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可是 这与石泉战没有关系 丁宝 我特意请了黄池县最有名的竹子 预备晚宴为你押京 黑木大佐和田木中佐都要参加 吃饱了喝足了 我这也能当个饱死的鬼 是 云霞同志 你们打算咋处置我呀 你说呢 我想好了 你们要真的枪毙我 我认 你告诉你舅舅 不用给我下葬 瑜伽的祖坟我进不去 葛条沟我更没脸回去 你们就拿个席子 把我卷包卷包 把娘扔到那个山沟里喂狗 就行了 你真不怕死 怕有啥用啊 我做了该死的事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早盛 你看 你跟你舅舅他们商量一下 能不能把她带到延安去啊 你们在延安不是有个妈妈吗 你舍得 她那舍不得呢 那我还能把她带到阎王殿去啊 那倒也是 让早晨跟着你 迟早还得让你拿出去当任职 世王 余老三现在是八路军的团长 你叫他爹 我听着 真高兴 是不是 这些太多最小啊 我那 Kings 你一言原棉花嫂子 当娘的事啊 也就是那成账了 说真 d 开始让你喊她娘 我这心里吧 还有点 现在好了 我也不难过 也不伤心了 你看 你在延安有个妈妈 你在世泉寨有个梁花娘 我这要是死了 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 葛大宁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共产党八路军是讲道理的 虽然你的罪行很严重 但是我们并没有打算要枪毙你 根据党的政策 我们还是可以给你条活路的 真的 那你们打算咋处置我呀 我听说是批斗处置 只许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 我老老实实 我我 啥叫批斗啊 批斗就是 我知道了 以前我们葛条够有个二赖子 他砸了刘寡妇的名火 当场就被人抓住了 绑着在村里转悠 我又不是二赖子 我不能批斗 我要枪毙 你 我告诉你 我是瑜伽的女人 这瑜伽的女人 宁可丢命不能丢脸 去 去找你舅舅去 跟她说 你快去呀 这咋能批斗呢 来这么多人 不是吗 我们找你们八路军首长 对 我们我们首长正在开会 你们到底有啥事 你能做主吗 我不能做主 那你说啥 我把你们首长请出来 对啊 对啊 还要说 他请出来 你让他叫出来 月儿 来这么多人啊 不是怎么的 想烧女人香啊 来错地了 龙哥 我没你的事 我们找大首长 你看把你能耐的 我都不行了 还非得找大首长是吧 我是葛正伦 你们有什么事吗 葛家大哥 老八媳妇犯错了 该被处罚 可是你们为啥 要她丢脸呢 对啊 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她丢脸呢 对啊 为什么要她丢脸呢 对啊 为什么要她丢脸呢 谁让你们来的 我 我是带头的 月儿 别瞎闹啊 耽误首长工作 我枪毙你我 枪毙我 谁枪毙谁 还不知道呢 你把枪给我收起来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这儿没女生长 大门长 这事不上 这儿没关系 你们这帮败家娘们 想怎么的 反了天了是她 我管不了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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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人是谁啊 这是余团长的爱人 我听说她在这次的 石泉寨宝贝战中 一个人就击毙了 十几个卫军 算是个女英雄啊 我怎么看着像女土匪啊 石泉寨的女人都这样 个个的女人 你再次属啊 和那个女人都这样 这次对有 communicated 心脏的 religious 优优独林 对 这边有没有 现在大家 UndY 塔尔阳 我就不用一零 其实那面 我就说 是好像 西国的景洞 那照你这么说 我们枪毙了葛大妮 才是对的 老爸媳妇要是犯了什么 该枪毙的事 不用你们八路军枪毙她 我明月就毙了她 可是她罪不至死 再说了 她为我们十全战立了大功 郭家大哥 白政委 这件事你们应该知道吧 她释放了于定邦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她为什么这么做 老爸临走前留了话 一定要给定邦留一条活路 你让她一个女人怎么做 定邦的亲娘 因为自己儿子的事情 寻死密活 到现在还躺在大妮的床上养病 你说 你们让她怎么做 你们都是男人 你们根本就不懂得 一个女人的心 是 我们承认大妮做的事情不对 应该受到处罚 可是你们也应该拍拍自己的胸膛 想一想 她一个做母亲的 容易吗 你们都是共产党 你们都是八路军 你们接受过教育 你们都有觉悟 可是你们不能把自己的觉悟 要求一个可怜的女人 一个可怜的母亲 那好 那你说 应该怎么办 她会做饭 让她给八路军做饭 她还会做协 让她给八路军做协 对 对 姐妹们 你们先静一静 吴政委 您都听到了吧 有这么多处罚的方法 就是不能批斗她 就算她葛大妮同意 我们宇宇家的女人 也绝不同意 对 对 对 葛大妮 你真不答应 于夫人 葛大妮的事情 我们会重新考虑的 白政委 你说话算数吗 你不相信我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共产党 相信八路军 那好 我们就回家等着 姐妹们 我们走 走 这哪里是讲道理呀 这明明是示威嘛 真是刀客作风 突飞脾气 这于家的男人这样 于家的女人也这样 我真担心 我们以石泉寨为中心 建立根据地 是不是合适 不光是石泉寨 刀客家族 在这一带是很普遍的 我们走过 见过多少根据地啊 哪个地方的妇女同志 像这儿的女人这样啊 老公你还笑 这都是你妹妹这个破 对不起 老龙 我是觉得 于家的女人 和别地儿的女人 不一样 你看啊 她们能让日本人头疼 可是她们 也能让咱们头疼 不管怎么说 这种风气不能长 对葛大妮 该怎么处理 还得怎么处理 咱们呀 可不能小看了于家的女人 于家的女人 说得出就做得到 高兴点啊 我的女儿莲花 就是嫁进于家的女人 她当初是因为 因为被黑胡山的土匪 砸了明火 觉得没脸见人 结果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于家的女人哪 宁肯丢命 局不丢人 这是多少年来 留下来的规矩 咱们 要慢慢地引导 不能火上交友 葛大妮 鉴于早生年幼 需要人照顾 暂且放你回家 等待上级对你的处理 在这期间 有几点你必须要做到 第一 不许随意外出 第二 必须要和汉奸余定帮 划清界限 能做到吗 高县长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了 但你 回家吧 我想要再说 余丁包 你要是再大汉奸 我可打你杀了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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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葛 这虞家军啊 匪气太重 我看我们得小心一点 刀客家族嘛 这也是难免的 咱们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 需要一个过程 我准备下上级建议 在葛德国办一个工学 加强对新一团和新二团的教育 提高他们的觉悟 消除他们的匪气 郭敏那反动派 骂我们是共匪 日本帝国主义骂我们是抗匪 我们自己 总不能把自己的队伍 带成一支匪的部队吧 我完全同意 对于家的女人也得加强教育 好 好 大妞儿啊 谢谢你啊 你这是干啥呀 快回屋歇着吧 你是丁邦的再生父母 是我的救命恩人 施才凤 咱可说好了 丁邦往后要是做了好人 我啥也不说 可他要还是做罕奸 谁谁的情面我也不顾 他不会了 他不会做罕奸了 他一定不会做罕奸了 他一定不会做罕奸了 是 二村司令官 对这一次的冬季大早当 非常地不满 我们不仅没有达到目的 还把石泉寨 彻底推向了八路里边 堵死了我们的通道 于团长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大左阁下 重左阁下 这一次扫荡的失利 完全是卑职的判断事务 我低估了石泉寨 低估了八路军 我愿意承担责任 我欣赏你的坦诚 但没有打算追究什么 我想知道的是 你下一步该怎么办 打通战略通道 必须首先征服石泉寨 值日拦路 听吧 你说得容易 当初八路军 刚过黄河的时候 我才区区的两个团 可现在他们已经 发展成了四个团 于老三现在是只 添了翅膀的老虎 想一口吃掉他 谈何容易啊 他 办法会有的 不是吗 赶紧来 别动 给我打 是 别打 别打孩子 别打打我 别打 你